各位Yvonne,三两天有点其他事情 加上我做的视频没有做好 我们跟朋友们焦虑交流 常用名词 病毒 通货膨胀 战争 黑战争 中国 美国 水晋政策 这么多名词当前最大的影响是全球通货膨胀 前天美联储已经发出了信号 全球通货膨胀 美国想降低通货膨胀的程度 事实上美国有这个能力 但是由于是人物的关系 是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的 事实上美国有非常非常强大的超强能力 可以解决世界上的任何问题 但是由于美国的水晋政策 哈哈哈哈 许许多多现在出现的问题 刚才我说的一些什么病毒啊 战争啊 黑战争啊 通货膨胀啊 中国美国水晋政策这些等等的 都是人为的 造成了今天世界上堆积如山的问题 不可能得到结局 也解决不了 虽然美国有超强能力可以解决 但是由于人为因素不可能解决 由于美国的水晋政策出现了培养了 资深了中国共产党 向全球推进 向全球进军 所以 现在世界上的变化是后面是美国的推手 是中国在做这件事情 但是中国的背后是美国 就通货膨胀 美国不可能解决它 因为现在是全球通货膨胀 首先是中国病毒这么年终的问题 要摧毁整个人类的问题 要大是大非 全球都不讲 美国也不讲 中国当然要掩盖了 中国当然要甩锅了 当然中国甩锅也是有它的道理 关于病毒 比如该是最近两天已经讲了 下一场病毒的出现 下一场大流行的出现 可能导致人类的灭亡 大家听起来好像有点危业耸听 当然中国人什么都不相信 只相信他今朝有有今朝罪 管他明天什么事情了 都跟他没关系 所以中国都不相信 就如中国现在的 天天旅呀 唐山大人世界呀这些好 没有落在他自己的身上 他都一概不知 就算落在他的身上 他也会理解 哪朝哪代不死人了 躲也躲不过 反正就无所谓了 那么现在通货膨胀 也就是跟这一关系 都是有所联系的 由于美国的水晶政策 由于美国的这个政治的变化 中国发现可以利用 可以大张旗鼓的公开 利用美国的民主 利用美国的宪政 利用美国的自由 利用美国的人权 可以摧毁美国 所以中国敢于向美国发动战争 敢于提起黑弹发动战争 中国和俄罗斯看得很准 美国不会怎么样 因为美国在变化 美国在发生 发生这个认同危机 所以中国抓住了这个时机 向美国向全世界向人类进军 当然 当然是抓队了 所以俄罗斯才可能跟中国合作 向西方向欧洲发动战争 不管这场战争现在打来看 俄罗斯是没有任何的取胜的可能性 但是由于美国的水晶政策 没有想把俄罗斯这个战争的消贫 没有想把战争打到俄罗斯去 所以这场战争不可能结束 或许这场战争永远不可能结束 知道人类人口大幅度减少 大幅度减少 确实到这个政治正确 所以我不谈这个数字 谈这个数字也没有多少意思 说出来大家都不相信 现在战争 现在人类的这个世界磨刺 正在向我们走来 现在仅仅是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 当然也是全球跟全球的战争 现在仅仅是在欧洲爆发 还亚洲还没有爆发 亚洲共产党很快就会在亚洲爆发 在亚洲引爆 在亚洲引爆都直接牵涉了美国 美国是太平洋国家 美国有地相关的关系在亚洲 美国不会放弃台湾 但是呢中国也有可能拿下台湾 因为美国随进 如果中国真的把台湾击成事实了 那美国可能就认起自然了吧 但是呢中国会拿下台湾吗 不可能 中国会拿下日本吗 不可能 中国会拿下美国吗 不可能 但是中国人要烂掉美国是没有问题 一点问题都没有 现在都一马美国烂掉了 哈哈哈哈 中国人厉害吧 啊 中国人老是觉得不喜欢我 听我说话 哦 我也跟中国人点了不少赞啊 这种人想跟美国开战 想想征破全球 我也支持你啊 征破全球 我希望你马上跟全球打一仗啊 哈哈 啊 现在媒体的新闻非常的多 但是呢由于我的 我这个频道呢 嗯这个点赞的人和这个订阅的人数太少 所以说有时候我拾住拾不住 这住了玩一玩而已 所以说没有认真去住它 仅仅是跟大家谈一谈提供一些信息 所以我总是每天现在都要说订阅我的频道 我跟朋友们代用了许多的新鲜的名词 新鲜的概念 新鲜的视角 新鲜的这个思维关系和思维方式 所以我在推特上的名词是翻译 叫翻译什么呢 翻译中国 翻译什么 意识翻译 我的表题叫意识翻译 这个很重要的 因为 美国人永远不知道中国人在想什么干什么 中国人也永远不懂西方在想什么干什么 所以我这个是意识翻译 我随便说也就带了我的意识翻译在里边 所以希望朋友们不要建议 所以希望朋友们订阅我的频道 投资赞助我的美术工作计划 为什么呢 我有一千多张艺术品 我有一千多张艺术品 其中 20019年 我参加了麦哈顿全球油画竞赛 获得了优秀奖 明年我又要参加麦哈顿的全球油画竞赛 得过简单奖是可能的 前年我画的是川普 画的是美国再次伟大 但今年由于政治的变化 现在的政府是民主党 所以我就不画川普了 现在画脚白灯 也画了脚白灯 但是我明年去参加全球油画竞赛 的作品其中有脚白灯的一家人 和一张什么东西 我一张什么东西忘了 还有一张是relessence relessence是文艺复兴 是三张其中一张我忘了 一向忘了 什么你脚白灯要换下来 因为因为因为而去所以 所以现在我主要是参赛的目的是文艺复兴 就是英语名字叫relessence 是希望朋友们订阅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是非常的重要 同时我的美术工作计划也非常重要 我有一千多张艺术品 我想把我的艺术品 做成一个博物馆 做成一个上市公司 投资我的美术工作计划是名利双丰收 因为艺术是人类共同财富 现实主义古典主义 现实主义古典主义 是这个现在人类最重要最重要的花锋 所以我把现在让朋友们看看这里的意境 我跟朋友们这个看看360度 然后进我的工作室参观参观 我慢一点 这里的空气非常的新鲜 白天有点热 但是晚上非常的凉散 晚上非常凉散 非常的好 今天晚上我的视频能不能做成功 我还不知道 或许我把视频做短一点试一试看 里边灯光亮的里边是我的美术工作计 或许我就结束吧 就结束吧 结束我 在我视频重新鲜离别 因为现在我发视频都时间长了以后 我这又不行 又没有上传节目 嗯 嗯 嗯 Q这笔 嗯 sorry 好吧 我们也到此结束 希望朋友们订阅我的频道 对不起 我 谢谢大家 awake 谢谢大家